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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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就是它部队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1960年5月11日 美国一架U-2高空侦察机 在苏联被击落 飞行员被俘 苏联拒国欢庆 苏联击落U-2 除了S-75的优异性能之外 离不开地空导弹的数量优势 苏联的成功能否在中国再次复制 同样拥有S-75的543部队 靠着仅有的四个导弹营 除了守住带头之外 有没有其他办法对付疯狂窜犯的U-2呢 我们没有苏联那个条件 它可以部署那么多的导弹营 然后刚才张老师讲的 下面一个雨点一样打你 我们就这么几个营 所以一开始也想过 就是守住带兔 我们预判你要到哪里去 然后我们就在那等着 这个就涉及到问题 就是你的导弹 就像刚才宋老师讲的 原来不是要地方空了 你必须拉出来 当时有个形象的说法叫 导弹打游击 这里面是有两个问题比较难以解决 一个是你要压准它的航线 就判断你到哪会经过 你为什么要去那守 半途守你 第二个就是整个导弹营的机动 这个一机动我们看似一个营 现在可能步兵的一个营的话 就可能是很容易 很快就几辆车 所有辆车都可以了 导弹部队不行 导弹部队不行 它这个机动会非常非常 它有几个特点 一个有超重的车 它那个火红雷达就是制造车 里面有雷达 咱们说那个横着一个竖着一个 那个雷达特别重 一般的桥过不去 第二拉导弹那个车超长 一般的弧度拐弯拐过去 然后车辆又多 这个又必须是夜间机动 你还不敢大别轻走 大别轻走暴露了 所以的话 它机动起来是非常麻烦的 而且在机动摄阵地的时候 又不能按照原有的苏军条件规定 六个导弹家放好 中间放制造车 不能那么干 那么干的话 马上就暴露 而且车辆又触动太多 所以他们一般机动作战的时候 就带三个发射架 带几枚导弹 原因就是我不能带那么多 带那么多机动更困难了 那么你的布置 也不是一个标准的 没花形阵地了 这个阵地要根据地形情况 临时来调整 这些都已经把苏军的 战斗条例的规定 全改变了 你要想机动作战 你就得改那个东西 不改那个东西 你根本走不动 所以这个队 地空导弹部队自身 如何实行机动作战 都是一个巨大挑战 你完全没有可遵循的东西 要重新摸索 这样一支部队要走出去 要实行机动作战 要打游戏 一按什么办法走 它非常多的改变了原有的 苏军战的条例 而且第一次呢 我们是到长沙去舍负 对 中央军军选择的 空军选择的 就是已经有过一次 辉煌战绩的二爷 他有经验 有实战经验 去这个实际战国 对 可是二爷到了长沙的 这个大头部机场以后呢 待了一个多月 无功 就是人家就不过来了 根本就没来 你手猪带兔 你的兔子来 兔子不来 你手一年都没用 白手 这个时候怎么办 就体现首长决心了 那时候包括空军 包括总参的首长 还是坚持 就是一定要打游 把他打下来 罗瑞兴讲了一句话 大海捞针 总不死刑 对 这给空军的批示 下面就体现了 就是我们一些老家们 老一代将领们的 一种工作方式 对 那个时候没有大数据 可是他们运的方式啊 有点像大数据 就是把之前 油尔串翻大陆的 历次入行 历次入行的航线 进行统计 找出他串翻大陆的 这个航纪的规律 规律 然后选中了 第二个伏计地点 就是南昌 对 其实整个这个U2飞行啊 过去当时的这个飞行 是非常困难的 不像现在 我们可以用手持式的 对 因为GPS 导航不是问题 那个时候呢 完全是牧师导航 就是你自己 一定要地面上 有参照物 南昌呢 是非常符合 它的要求的 一个参照物 为什么呢 又是有山 又是有河 有江 有湖 还有铁路交叉线 还有一点呢 南昌还有这个 当时叫国营320厂 就是咱们新中国第一架飞机 就是在那生产的 所以他们飞到那 总想看一看 因为首先 除了要了解这个西北的 这个战略兵器的发展之外 你的军工发展成什么样 我拍你几张照片 捞草打兔子的事情 为什么不干 所以南昌就作为一个 他们经常要去的 这个检查点 而且呢 从南昌 因为距离出海也很近了 这个山脉的走势非常明显 飞行员到2万米的时候啊 这个山底下的这种立体视觉 就已经很差了 你只能是看山跟海的关系 那海岸线是怎么回事 那就很清晰了 再根据航图 再根据这个时间计算 就比较容易 你为什么说 陈淮第一次飞行 到大陆来侦查 跟预期的时间只差了40秒 被称为教科书式的飞行呢 因为它整个八九个小时 所有的这些点 南昌也好 包括其他的这些 每一个检查点要非常精确 而南昌这个点 重要性就重要在 这个点都变成了 大家一个重要参考点 刚才那个张老师讲的 这南昌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但它并不仅仅是 只有这么一个点 对 你怎么要把它 引到南昌方向来 对 这里面又有学问了 地空导弹部队 整备窝宫射猛虎 安排香儿钓鱿鱼 但是U2却迟迟不来上钩 人民军队作战 向来是有条件要打 没条件创造条件打 用什么办法才能引猫出动 对于经验老道的U2飞行员 怎样才能一击得手 从来没有用S75 对付U2经验的543部队 能否旗开得胜 磨刀祸祸的地空导弹营 究竟哪家首战告捷呢 空军经过研究 我发现 台湾方面对中国大陆空军的 轰炸机的活动特别敏感 因为咱们知道 你战斗机出动 你只是一个防御性武器 轰炸机的出动 往往都跟进攻作战有关 尤其是你的大型轰炸机 到东南沿海地区活动 他认为你可能有 解放台湾的这种军事动向 所以这种事情是 台湾最敏感最关注的事情 既然他关注 当时空军首长就下决心了 我们也来一个钓鱼 引蛇出动的一个招数 什么招数呢 就让驻南京的轰炸机部队 高空转场 中间还不无先人静默 不停地在说话 我飞到哪儿了 我快到目标了 然后到飞到江西的 张树机场去落地 那也是一个轰炸机场 落地完了以后 还有回再飞回去 来回再飞这么两下 这下子就 这个航线 因为它高空飞 台湾的雷达都能看得到 它立刻就引起 台湾后面注意了 你想干嘛 中共的轰炸机进入了江西里去 这个不是正常情况 这个要引起特别注意 那怎么注意呢 要派幼儿飞机来侦掌 那么这一招还真灵 就是咱们钓鱼也罢 引蛇出洞也罢 真的就把幼儿飞机给钓出来 目标就直奔着南昌就来了 所以1962年9月9号那一天 陈淮架的飞机来了 不是直奔着南昌来 它是玩了点花招 先冲着九江飞 就让你觉得好像 我没对南昌感觉 虚晃一枪 我冲着九江 可能往内地 往其他地方去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岳正华他们就把 制造雷达就关掉 高压关掉 而且岳正华当时判断了 因为前几天 幼儿飞机刚去 广州那边 也是玩了这么一个 杀回马枪的这么一个战术 那么他判断 敌机这次出动 有可能继续玩这个战术 所以他就耐心地等着你 什么时候回转 全营都继续保持战备状态 只是高压关掉 发现到了九江以后 陈淮架是这个幼儿飞机 一个转弯直飞南昌 就九江直飞南昌 这个距离很近 如果你以为敌人走了 不来了 大家解除战备 可以休息了 那你就很容易在这个 短时间的这个 这个突然改变航线的情况下 你就失去战机了 来不及 做好战斗准备 二营完全没有松懈 还全力盯着你 你一转弯就搞 马上高压打开 立刻就发现目标 所以这是一次什么呢 就是保持高度戒备 而且做好敌人 绕飞突然回窜的 这样一个杀回马枪的这种战术 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没有这样一个准备 那么这次战斗的战机就有可能错失了 非常干脆利落地把这个城怀的这架飞机给打下来 对 1962年9月9日上午 一架U-2在飞往南昌时 被守候多时的人民空军地空导弹二营击落 这架编号为378的U-2高空侦察机 他的驾驶员 恰恰是设计黑猫中队队徽的陈怀 他也因此成为第一个被击落的黑猫中队队员 陈怀在黑猫中队里究竟地位如何 为什么他命运大陆居然引起蒋氏父子的震惊 身为外长的陈议元帅 又是如何幽默应对外国记者的袍根问底 陈怀飞过多种信号 战斗机 轰炸机 侦察机都飞过 蒋介石对他也非常的欣赏 他这次任务之前蒋介石就接见他 还问了他一下 说你如果遇到危险 会不会打开安全伞就降落伞 陈怀说如果是在大陆的上空 我就算了 不成功变成人 如果是到了这个海峡或者台湾这边了 他说我会用这个安全伞 蒋介石说那个不行 你要保证安全 在那个时候给他名字加了一下 你就叫陈怀生吧 是这么来的 也有一种说法 有一种说法说他被我们击落 他战死以后 为了怀念他给他加了一个身子 当时陈怀被击落的时候 他是困在座舱里 并没有这个尼克断气 然后这个有的报道说 他是这个掏出手枪自杀 实际上这都是没有的 因为U-2飞行员并不带自卫武器 他没有这个必要 后来送到医院 身上弹片实在太多了 因为S-75导弹 导弹3600枚弹 没错 击中他之后 打的那飞行员并没有任何装甲 对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抵御这么大的冲击力 对 虽然还有气息 但是下来之后 那也没有办法救活 那么后来呢 就就近在这个南昌 就把他给埋葬了 陈怀的战死 对 就蒋世父子 对台湾空军 对黑猫中队的打击 影响 非常巨大 对对 那么在南昌上空的这么一个战斗行动呢 实际上很快就传遍了世界 对 其他各个国家都很好奇 对 原来你把2B5GD打下来 人家就很好奇了 对 这一次你把那么心惊的U2打下来 对 他没有其中的原因 你是什么武器打下来的 所以包括我们召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 有记者问 问我们的陈老总 对 陈怡元帅 你们到底怎么把他打下来的 对对对 陈老总也很幽默 用猪杆捅弹 因为敌人当时并不知道 我们有多少S7树弹弹 主要是不知道 不知道 也不知道 但是废弹是肯定知道 但是这个很清晰了 因为U2飞机之前 也拍到过 类似导弹阵地的照片 对 部署的这些情况 甚至侦测到导弹制导雷达的信号 第一回合的较量 使得U2销声匿迹 尽了半年时间 等到1963年3月28日 U2卷土重来之日 也是543部队再度面对新挑战之时 每当543部队的制导雷达开机照射 U2立即进行躲避飞行 并迅速逃脱 究竟是什么神秘装置 能让U2避开来自S75地空导弹 几乎百发百中的杀招 按照苏联的教理 根本无能为力的情况下 543部队又是从哪里发现了突破口 你只要一开始到雷达 一看雷达它就开始 它们还就觉察到 而且立刻就开始转弯 转弯方向跑 躲你 然后你关机 它会转回来 你再开机 它又躲 它发现就躲 就我们就发现 它好像有一种告警装置 能够发现地空导弹的阵级位置 而且能够向正确的方向躲避 它不会错 它能方向距离有个大概的判断 那么这个就是 U2飞机为了躲避S75导弹的打击 而增加的一套电子对抗系统 那么这个当时应该又是一个 无解的难题 就是说有可能是 它装了雷达告警系统 或者是导弹阵地的 这个能够被它发现 实际上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只是一个估计 一个判断 并不是确凿有这个东西 直到后来击弱了以后 才发现那个叫12系统 所以这个问题它必须解决 对 那么以当时我们技术条件来说 我们要把你这个接收的设备 给它干扰掉 那是不可能的 不行 只能是从我们自身来想办法 办法总比困难多 一定会有办法有对策 那么当时就千万百距地去挖掘 但是这个挖掘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一条 我能不能缩短 压缩我制导雷达的开机时间和距离 如果我能够压缩这个距离 那么你幼儿飞机发现我 再机动跑 因为幼儿飞机的机动能力很差 我们发现它大概有20秒钟的延迟时间 那么在这个时间之内 如果它不能逃出我的火力范围 尽管我的火力范围小 它如果跑不掉 它就还要被击落 但是这个距离是多少呢 大家心里没数 按照苏信条例 120公里导弹就开机了 那么你如果压缩 压缩到100公里 还是80公里 还是50公里 什么情况能够有效 飞机一旦开始绕圈 距离是增加的 那么导弹可能追不上它了 或者有这种可能性 都可能 所以这是一个仔细计算的过程 最后是月转化营长 向刘亚楼司令员 直接汇报这个事 他说我们 陈辉廷算了 经过计算 这个距离不能大于35公里 以前我们也压缩了 从120公里 压缩到80 压缩到50 都压缩过 但是没有效果 为什么 不行 第二个经验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营作战 不容易形成群体 那时候 程俊傅森专门说了一句话 说的 以前我们都知道 打一个攻坚点 要有主攻 要有助攻 要有阳动 我们多个部队配合 敌人的优势 就被我们削减下去了 我们这次打一会儿 也要用这个办法 有主攻 有阳动 有配合 多个部队一起来 这个事儿 才能增加成功概率 这里面它还有个问题 就是说你30多公里 开始打开天线 原来是120公里打开 到你过来 进入我的火力范围 前后加起来 按照苏联的教练 8分钟 8分钟就足够 我下达一系列指令 瞄准发射 你要做各种操作动作的 对啊 它需要有一定的时间 必须要有时间 现在是你38公里 开天线 到导弹发射 只有8秒钟 就是从8分钟 到8秒钟 对 可是在这个时间里面 不是说你 你说 能不能把这些动作做完 他做不完 他说做不完 他们最后 从做不完 到想办法 把不必要的动作 在开天线之前做完 最关键的几个动作 必须要开天线的 8秒钟 可以做完 这就是想出了 这么一个办法 后来把这个办法 取名为尽快绽放 尽快绽放 黑色幽灵突然来袭 导弹部队神秘出击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轰炸鸡群 高调又敌 手朱带兔捉迷藏 拖着导弹打游击 首战再战船捷报 七敌必敌 有玄机 揭开导弹部队 尘封的记忆 解读黑猫中队的 亡命之旅 敬请关注 蒋武堂正在播出 绝密部队 五四三 向 捕杀幽灵 面对U2的再度四面 二影针锋相对 冲造了 连S75导弹研发过 苏联都没有想到过的 神奇战法 这项后来在1978年 全国科技大会上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 一等价的战法 为什么叫 尽快战法 究竟能进到什么程度 又能快到什么程度 没有经过实战检验的战法 能否做到首战告捷呢 所以第二架打下来 也是给它打得非常的干脆 那个也是挺有意思的 那是在尚饶 尚饶那次战斗 是集中了四个导弹营 那么就分工了 有主攻 有主攻 有扬斗 主攻就交给了二营 就其他几个营 是要配合二营的 但是那次特别有意思 在哪呢 就是这个任务 确定了 四个导弹营都已经到位 然后召开作战会议 召开作战会议的时候 又玩飞机来了 而且就从上 过去了 会议还没开完 提及过去了 他当时 就是负责指挥作战的 陈军副司令 他的判断非常的冷静 对 他就说你这过去 估计往顶兴那个方向去 我们西北走 对 你回来还有点时间 对 所以 开会研究 还是有时间的 然后呢 会议继续开 而且明确 打回头 就是 判断 他回头 还要走这个检查点 就像那个 鳄鱼上岸 从这爬 我还得从这爬回来 钻河里 你回来的时候 还得过这个路 所以就 亚宝 你要过这 我就打你个回头 但是 会议开到 完了 幼儿已经回来了 马上就 会议结束 你营长 关键指挥位置 还没回到 岳正华 坐着机不是往回赶 他就着急啊 赶回营部的时候 幼儿飞机已经很近了 当时全部雷达都开 只是 一条 必须要压缩 开机几率 当时给的是 38公里开天线 实际上 约翰正华 那次开天线 是到了35公里 而且一开天线 因为它 搜索雷达呢 是米波雷达 这个米波雷达 误差的 高低角 方位角 它给的那是个范围 那么你这个火控雷达 是一个精确雷达 它瞄不去瞄得很准 你提供我的这个角度 稍微不对 就可能 发现不了目标 结果雷达在35公里 火控雷达开机的时候 一套机说 没信号 敌机在哪 越来越化比较急 一看 在那个显示器的 左下角边缘 有一个信号 半个信号露出来 在这赶快调偏心 把这个雷达 放到平方中央去 这抓住了 这个过程是非常景弦的 如果你想 在雷达再转两圈 再没有错过 这几秒钟的时间 你就来不及了 它这个 一旦这个进入到自动搜索 就是把这个目标 抓住了 锁定了 基本上它是跑不了的 因为当时这个导弹 还有所有这些 全部都联动 都是联动的 月振华定下 设计决心 到发射导弹 总共是三分十一秒 而从制造雷达开机 到发射导弹 是六秒钟 比原来 不是八秒 是六秒钟 还剩了两秒钟 八分钟的这个动作 变成八秒钟 实际实战当中是六秒完成 这个是没有 咱们说熟练的训练 和大量的这种配合 这是很难相信 能完成这么一个动作 所以地空导弹部队 它有一句话叫 全营一杆枪 大家都玩的 就是这杆枪 搬机在营长那掌握着 什么时候激发 营长控制 但全营任何一个环节 出问题 没做好 你这枪就 要不打不强 要不打不准 所以这是一个 全营高度 熟练配合的一个科目 所以有人说 越是高技术 你越难做到 以低至高 以土克养 可是我们从543部队 打第二架油二的战力 可以看出来 只要你有创新精神 对 和现有的兵器 结合得好 还是可以完预 大有可为之处 1963年12月26日 国防部授予 岳振华空军战斗英雄 荣誉称号 在上个世纪60年代 因为保密的需要 他的名字一直不为人知 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心中 他的名字却非常熟悉 岳振华先后 四四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我们把第二架油二打下来 在世界范围的影响是很大的 而且这里面还有个巧合 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一篇文章 因为这架飞机是11月1号被打下来的 刚好是蒋介石75岁生日的第二天 这个生日过得就比较郁闷了 而且第二架飞机的飞行员 被我们给装备死案 夜长力 所以第二架油二打下来以后呢 整个黑猫松队是军心涣散 对 都不想飞了 或者说感觉没把握 没把握了 这就是九四一升 因为已经两架被打下来 对 这个时候呢 里面有一个人非常的狂 他说前面称号 你们害怕我不怕 和这个夜长力被打下来 那是他们飞得不够好 共军这边呢是运气比较好 你们怕我不怕 这个人呢就是李南平 对 李南平曾先后十二次驾驶U2高空侦察机 进入大陆执行侦察任务 十二次安全返航 飞行技术远胜同差 是黑猫中队的王牌飞行员 曾受到蒋介石的四次接见 那么这位有克南英雄称号的王牌飞行员 最终是如何成为五四三部队的手下败将呢 这里面呢真是有些宿命的一东西在里面 我们只能说是一物相依物 当时 岳振华已经升官了 对 不当营长了 到施力当领导了 对 但这个时候呢 空军给他派了一个任务 说让他到福建呢 去打RF-101 对 这个飞机啊 不好打 你打完这个飞机以后 打完这一仗 再去托到福建 再去走马上任 杨生鱼的话又带着二营 又去了 又就去了 这个RF-101飞机啊 我也亲眼见过这个飞机 对 这个飞机流线型非常好 它呢 细细的机身 装两台大马力的发动机 这个飞机 如果跟咱们当时装备的米格19 或者已经开始装备歼6飞机相比呢 我们那个相当于一个 1.8T的这个小轿车 它那个就相当于装个什么 5.0发动机的跑车 跑车 这种加速性极好这个飞机 对 而且呢 它可以在低空超音速飞行 对 它的其实RF-101小尺寸很大 比歼6要大很多 对 是一个 也是双发 双发大型 就是完全是靠这个 马力大 强大的发动机 有巨大的动力优势 对 而突破音速 这种情况下 我们这个战斗机 拦截它 基本没什么办法 而这个飞机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它能飞得低 我们的导弹呢 首先呢 它是没办法机动的 其次呢 它就是部署到那之后呢 它摇个头都很困难 没那么快 旋转小速 它只能是等你来 对 它的旋转角速度太慢 而这个飞机 如果要再高一点呢 您这个还是有足够的时间 摆动导弹的 高空目标好办 低空就不行了 它在你的头上 一瞬即过 可能你只感觉到了 一个影过去了 然后之后 你才听到了 它的发动机的音爆声 然后它就没影 它就没有了 所以你没有办法 然后我们的战斗机呢 想去打它 对方一看 哦 来了 好 给油 走 走你 它就走了 所以这个是空军当时 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对 这种 它竟然敢在白天 飞到我们前线机场上空去 拍照 对 这种事都干 那当然就像U2一样 U2是高空来这个打脸 它是低空 隔三差五就过来 弄你一下 没错 经常来 64年的7月7号这一天 李南平来了 和他一起来的呢 还有一架U2 对 还加一架IF101 就是三架飞机 三架飞机 三架侦察机 同时出现在 李南平还不在这个 岳正华的第一任务里面 对 就是他主要任务来打IF101 不过走之前 刘亚洛跟他说了一句 说要是能把李南平打下来 那就好了 对 那你才算真正的空军英雄 这个当时国民党空军 对大陆侦察 其实是战略侦察 战术侦察 什么情报侦察 都有 这个全部都是结合到一起的 他现在这种战术 就是当年这个二战时候 德国海军的狼群战术 对 对吧 我这个狼群出动 被你击落的几率 其实要比单机出动 要小得多 小得多 再加上 他也是有主攻 有阳攻 对 谁知道到底哪个是 真正要来 把你整个天空都弄乱了 对 当时我们也是 面对这种情况 咱们就这 就是一点加点 对 也没办法弄 对 那你说 尤其是高空侦察机 和低空侦察机 同时出现 低空侦察机 你要用战斗机去打 那你导弹就不敢发射了 对 就产生物击的可能性 那高空侦察机 到底怎么弄 谁都搞不清楚 就谁打谁 也很混乱 对 立场混战 当时情况是非常复杂的 你想 北面有一架U2 东面还有一架RF1东1 南面还有一架U2 李南平在南面这架 实际上前面那两个 都是先冲着张中方向来 等于是虚晃一枪 第一 看看你张州地区 有没有导弹军机 第二 看你有没有进入战备 准备发射 你要给你开机 立刻就被人发现了 当时的空中情况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况 那么 你只要放空给大家开机 RF1东1又实现 你只要一暴露 一开高压 知道你这有战备 而且有导弹 就准备着 那么李南平就不会来了 前面两个试过之后 岳振华的二营安兵不动 根本不开高压 敌人没发觉 觉得你张中方向 没有任何 威胁 威胁 平安无事了 所以李南平还是采取那种 绕飞方法 突然转向 就距离你几十公里的时候 突然转向 按照正常 你如果没有做好充分准备 你是来不及的 李南平的运气 我说也太不好了 碰上了二营 这个部队是 常备不屑 只要进入战斗状态 那是 一点不松下马屁 把李南平打下来以后 发现飞行员死了 然后 左手的无名纸上 发现一枚戒指 上面写着 刻了三个字 叶秋英 叶秋英 叶秋英就是 李南平的夫人 估计我们当时 后来不知道 也不知道 就把这个戒指拿过去 给叶长立 当时是咱们拿着那个戒指 去提审叶长立 就问他 叶秋英是什么人 他一听就跳起来了 你们把李南平打上去 你怎么知道是李南平 叶秋英是李南平的老婆 这才知道 所以当时就可见 李南平在这些 尤二的这些飞行员当中 这个地位相当之高 就认为你轻易是 不可能击落李南平的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 这个海峡连岸 在空中斗法呀 真是一搏三折 刀高一尺 魔高一丈 对 第三架被我们击落以后 我们很快 第一颗原子弹 射爆成功 尤二又来了 直奔我们大西北 可是呢 又重演了第二架的 那种状况 我们去打 又打不中了 而且明明的瞄准了 他现在又增加了 一个干扰系统 这要是栓系统 这里面的那个情况 非常有意思 就是孩子瞄准了 那个信号 可打过去以后呢 那个信号突然会变形 变成个原宝状的信号 散发打得穿过去 无一命中 这就是发射了还不中 它就是一个叫 回答式欺骗干扰 就是他给你的这个信号呢 是收到你的探测信号之后 回答一个反向的一个脉冲 就是这个电磁波的这个信号 再给你放一个假信号 假信号 就是我明明是两万二 说这高度在一万八 或者是 导弹出那个信号 你就奔在一万八去了 给你一个方向和距离的一个凑数 这样你瞄得越准 打得越骗 你就不可能 你一般都是 瞄这个信号最强的那个 结果你瞄最强的那个信号 是个假信号 那么这样一种方法呢 叫积极回答式干扰 就是在原来我发现 你的导弹政绩的12系统之上 他又进一步 搞了一个新的电磁干扰系统 叫13系统 第一次没打中以后 空军总参都派这个检查组去检查 到底怎么回事 是你操作失误呢 还是有什么新的情况 后来发现了 说有可能是他们 把他们的这个电磁干扰设备升级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找出一个办法来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空军当时 因为他们专门有研究人员 在研究这一类的东西 曾经有过一个对策 就是万一你用气片干扰的时候 我怎么样反掉你的气片干扰 这个是有对策的 击落它也非常的有意思 它是准备要开13系统 还没来得及开 就已经被击中了 这是张立毅 刚准备摁这个13系统纽 一团火焰 而且它那次是夜间侦察 对 夜间 U2 夜间 你也长到夜间击落 第一次夜间击落 夜间侦察 因为使用红外线照相机 因为它侦察我们很多的 这个核武器原料的制造厂 它要用红外成像 比白天效果更好 这个夜间侦察 夜间侦察 它最有趣的是 它起飞的地方 台北啊 温度比较高 飞行服呢 里边又不能穿棉衣 整个座舱的环控呢 大概就控制在二十度左右 二十二三度 比较舒适的一个温度 少出汗吧 一出汗你都难受 而它飞行到被击落的地方是哪了 是内蒙古 又是冬天 北极落地的温度是零下二十六度 它的温差是四十六度的温差 穿着薄薄的这个 就这种压力服就下来了 刚开始是被冻醒了 然后它在美国经历过三个月的 野外生存训练 一看有降落伞在旁边 赶紧把降落伞拿过来 裹上 依然不好用 然后拿手电筒 一看远处有手电 有来抓它的车辆 冲他们挥舞 人家看一看 以为是民兵的 就没理他 他又 他希望赶快被抓住 你赶紧抓我 不然就冻死了 就真的冻死了 零下二十六度 最后这个人 他还是训练有素 头盔不摘 因为摘怕更冷 你散热更快 爬了八个小时 我们说是什么 一个农妇拿镰刀 这个俘虏 其实不是这样 是他去敲人家门 我觉得 在我们导弹部队 除了我们自己 有非常好的素质之外 运气也站在我们这一头 当时这个十三号系统 就是这个欺骗系统 它是有自毁装置 对 当时导弹的弹片 竟然把电路 电源线给切断了 最后它自毁系统没工作 自毁系统没工作 所以我们缴获了完整的 这个十三号系统 所以跟我们人民空军斗 那他们是斗不过的 你既然数比不上 你比运气也比不过 运气也不行 U2再度被击落 飞行员张立毅跳伞被俘 这次的尽快战法 创造了543部队 首次夜战击落U2的记录 不久 人民空军地空导弹部队 创造了用自制宏旗导弹 击落第一击的记录 在与U2长达数年的较远中 人民空军创造了世界防空史上 一个又一个难以复制的奇迹 应该讲呢 我们那个时候最大的几个问题 一个是对于系统 对方U2不断在2.0 3.0 反本不断在系统升级 最早U2A然后U2C 包括后来还在不断地改进 飞机性能越来越好 欺骗的装置越来越多 那我们呢 导弹越来越少 这个时候传这个工业部门 传出了捷报 我们自己仿制的S-75导弹 就是红旗2导弹 对 传较红旗2 开始这个列装 开始完成定型 完成测试 这个呢 就把我们最大的一个 因为那时候我们打了 这几次战斗之后 又剩了二三十几发弹了 完全没有办法再违继下去了 如果那个时候 国产的导弹再不出来 那我们这点导弹打光了 那只能又是望鸡星探 难为无弥直吹了 对对对 而国产导弹出现之后 迅速扭转了这个局面 我们的导弹的部队的规模 原来这个 就几个营 这个几个营啊 而且还包括试验部队 它就这么几个营 只能是全国打游击 没办法 你没有枪 没有枪 也没有子弹 不可能再组建部队 但国产导弹出来之后 那么部队的数量 蹭一下子就增长 就可行的发展了 终于等到这一天 有枪有子弹 有枪有子弹 所以装备方面 独立制度非常重要 太重要了 所以这个第五架U2飞机 再来 那么认为是一架 很完善的 这个叫什么 穿了这个金钟罩的飞机 再来 被国产导弹一举击落 之后 U2飞机对大陆的振战 自然就停止了 因为他知道 这个飞机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再加上大陆的导弹部队 蹭一下子增长了 对 数量也增长 数量也增长 实际上U2一直到现在 还在世界的 还在飞 一些地方 还在飞 对 但是 中国大陆的领空 对U2来说 已经变成一个禁区了 对 因为他吃够了苦头了 对 这个被击落 我们秘密的数量 在全世界又是一个世界纪录 世界纪录 纪录U2最多的国家 我们纪录U2是其他 比其他国家 纪录总和还多 对 U2飞机在我国 已经是没有办法 有生存的空间了 在去年九三阅兵上 我们看得非常清楚 低中高的防空系统 成一个体系 已经形成了非常完善的体系 其实在防守的空域上 就无缝连接了 对 完全无缝连接了 而且新的防空系统 可能不会再打U2这种 飞来慢慢悠悠的这种飞机了 新的防空系统